每天三分钟知晓天下网球是 乔迷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11日星期四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网球之家为您提供的新闻五报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五十许 欧洲红土赛季的最后一战 ATP1000大师系列赛 罗马大师赛拉开战目 在首个比赛日一场焦点对决中 中国一哥吴亦炳表现出色 他在3比6先输一盘的情况下展开反击 最终以6比3 6比3连班两盘 强势逆转了法国名将加斯奎特 晋级第二轮 赛后阿炳表示 今天是我在红土上第一场ATP级别的胜利 很开心可以再回家几天后回归赛场就 拿下这场胜利 对手是很难缠的 曾经的前十球员在各个大赛中都有过不错的表现 第二轮 吴亦炳将迎战阿根廷新星F比赛伦多罗 继续加油 其他场次 商欲付出的意大利帅哥福格尼尼与老对手 英国名将穆雷 熬战超过三个小时 最终以6比4 4比6 6比4取胜 第二轮 意大利人将迎战塞尔维亚新星 凯茨马诺维奇 上周刚刚拿到一战挑战赛冠军的穆雷 回到巡回赛赛场 又遭遇了一轮游 而瑞士汉将瓦林卡则表现神勇 以6比2 6比4完胜白俄罗斯人伊瓦什卡 首秀开门红 接下来 他将与保加利亚帅哥迪米特洛夫上演单反对决 阿根廷球员埃切维里 以7比6 7 6比3战胜法国小将范比阿舍 将在第二轮对阵未免冠军世界第一德约克维奇 其他获胜晋级的还有智利人加林 匈牙利一哥福索维奇 阿根廷星星巴埃斯 法国人穆勒 巴雷尔 林德科内奇 哈萨克斯坦人布伯利克 澳大利亚人波普林和俄罗斯人萨弗林 我们再来看女子赛场 北京时间昨晚 WTA1000罗马公开赛继续进行 在女单首轮一场对决中 法国名将科内以7比62 6比4击败杰克人马丁科瓦 晋级次轮再次对阵中国一届正清闻 西班牙星星巴多萨 以4比6 6比2 7比62 逆转资格赛球员弗莱德萨姆 艰难晋级第二轮 其他场次 罗马尼亚人科斯蒂亚以2比6 6比3 6比4逆转美国人沃利内茨 哈萨克斯坦人普丁塞瓦 以6比75 7比63 6比0 逆转保加利亚人托莫瓦 意大利美女及奥尔吉 以4比6 6比2 6比3 逆转荷兰人鲁斯 捷克名将莫霍瓦 以6比4 7比5 淘汰俄罗斯人拉克西莫瓦 哥伦比亚人塞拉诺 以7比64 1比6 7比64 险胜俄罗斯人格拉切瓦 乌克兰人特苏伦科 以6比4 6比3 击败同胞斯维托利娜 俄罗斯名将帕弗柳琴科� 以6比1 6比1横扫持外卡出战的本土球员埃拉尼 前美网冠军斯蒂芬斯 以6比4 6比1击败阿根廷人波多罗斯卡 其他获胜晋级的 还有匈牙利人邦达尔 波兰人弗莱彻 罗马尼亚人伯格 丹 鲁赛 意大利人科恰雷托 美国人汤森德 俄罗斯人卡林斯卡亚 最后来猜一猜认一认 下面这张图片 是一位球员在沙滩上拍摄艺术照 不做提示 您能认出他是谁吗 上期的猜一猜 有球员给出了正确答案 没错 图片上的人就是阿根廷矮脚虎施瓦茨曼